这节课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样用我们那个Around模型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时间序列的预测工作 首先还是先来说一下咱们的数据吧 这回我们拿到的数据是一个股票的数据 也就是说首先我是先读取了一个CSV文件 然后在咱们读这个CSV文件的同时我们需要指定两个东西 就是说一会儿我们要用Around模型 所以说首先你需要指定好咱们的一个index值 index就是默认让我的index是我们的一个data 就是我们拿时间当成一个索引 这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一会儿在我们去计算ACF或者是PCF 或者是你用那个CityModels进行建模的时候 它必须要求是以时间为咱们的一个索引的 所以说这块需要指定咱们的第一个索引 就是第一个位置是以时间为咱们的索引的 然后可能就是你的CSV数据读件之后 日期的格式可能不是符合咱们的要求 所以说首先也是说要对我的一个日期的一个格式 进行一个就是处理 处理成这样一种标准的格式 标准格式做完之后我再看一下数据的样子 然后这里我看的是最后失调数据 就是我们也看前十条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块我重新运行一遍 看前十条的时候 咱们先来看一下到哪天吧 一直到这个2016年的7月29号 这是最后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我给它打成一个HID值 最后就是说我们的七日期是从2000年的1月3号 一直到我们最终2016年的一个7月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的周期 然后第一步就是我现在把数据拿来之后 咱们通常都是可以对数据做一个重彩样 比如说现在我需要找的是数据当中的某一列 一个整体的数据你去进行分析很难 所以说首先就是你先得找出来 你按照哪个序列去分析 这里就是关于股票数据有开盘价 最高价最低价 然后以上一个B盘价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Close 就是要预测一下 每一天的一个最终啊 它的一个收盘价是得多少的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啊 就是首先我指定的是当前的Data Film当中啊 这个Close项 然后呢 对它进行一个The Simple 相当于是一个重彩样 以我们的一个周围单位 然后这个W啊 W-Monday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以周围单位的时候 你可以啊 以每周级为这样的一个起始 就是做这样一个 不光是说它是以7天为单位 还说啊 它是以7天当中的哪一天啊 为咱们的一个重彩样的一个单位值 这个重彩样啊 咱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一个表格啊 在那个表格当中啊 都是有一个详细的说明的 然后呢 我们用它的一个均值啊 来当成我的一个计算标准 那退回啊 我就要来选择一下 我的一个训练数据了 训练数据啊 我选的是2000年到15年啊 一共这么15年数据 首先呢 还是啊 先把我的一个股票数据啊 给它画出来 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画出来呢 是我们股票价格的一个收盘价 横坐标啊 是我的一个2000年到14年 中多标呢 就是啊 它的一些值 在这些值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当前这个值啊 它浮动的一个就是这一列 它浮动的范围还是蛮大的吧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浮动范围 我们说啊 它是不是平稳性较差呀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不是看一下做个几阶的一个 就是做个几阶啊 能把它这个就是降下来吧 所以说我们要对数据性渐渐啊 先做这样一个阶分的一个操作 就是啊 要做一个一阶差分 或者是一个二阶差分的一个东西 那咱们就先来看一下吧 做一个一阶差分完了之后的效果 再看一下啊 就是一阶差分啊 满不满足咱们的需求 如果说不满足咱们的需求呢 你也可以再去做这样一个 二阶差分这个东西吧 咱们怎么做差分来着啊 之前说过吧 就是把我的一个训练数据拿过来 然后点differ一下 differ完之后啊 我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 一阶差分的结果了 这个啊 就是我们一阶差分的一个结果 我们大致观察了一下 就是一阶差分啊 其实效果还可以 基本上满足了咱们的一个 平稳性要求 可能来说啊 有个别的位置啊 浮动差异较大 但是呢 跟之前相比啊 就是已经好多了吧 所以说我暂时认为啊 就是我的一个一阶差分 基本上也就是够了 其实在我们的实际数据当中啊 基本上也就是 做个一阶差分啊 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咱们要接来看两指标吧 ACF和PCF的值 在这里啊 分别用我的一个plotACF 还有plotPCF啊 把我的一个指标画出来了 那通过我的指标 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的一个ACF 决定的是我的一个Q值吧 我的Q值卷什么表格啊 这是一阶 一阶之后都落到 我之前确件上了吧 所以说呢 我的一个Q值选1就可以了 然后呢 PCF啊 也是一样的吧 你们看一阶之后 落到之前确件上 所以说 我的一个P值啊 也是选1就可以了吧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图啊 简单的观察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P啊 和Q的值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回咱们做的比较简单啊 如果说你做的比较规范的话 你还可以看一下AC 那个AIC 还有BSE的指标吧 咱们之前说过了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画一个热度图啊 就是按照咱们之前客人的样啊 在这个热度图当中去算一下 它的一个AIC还有BSE的值 然后通过值啊 你再选择一组合适的值 也是可以的 这一回呢 咱们比较简单啊 就是我们训练一个Model 就是容量模型当中 把我的一个训练数据传过来 然后指定一个Order 指定Order的意思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P DQ的值分别是多少 刚才说一节差分 然后PQ值分别等于1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可以传接啊一个Frequency 就是以什么为单位 咱们刚才啊 是不是于Simple的时候 进行了一个单位啊 以周围单位 所以说这块呢 我也是啊 一定它进行一个 以周围单位的进行一个 于Simple的过程 然后啊 接下来我就可以 Fit一下模型了吧 相当于是训练一下 我当前的一个模型 如果说大家啊 想对我的一个Order模型 进行更深层色了解 我们也可以关注 它的一个东西啊 叫做Summary Summary当中啊 会帮我们统计出来 它的很多指标 有一些指标啊 咱们课上还没涉及到啊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其他的指标啊 都是关于它那个模型评估 还有测量方面的一些东西的 Fit完之后啊 我想进行一个Protect 这就是我进行一个预测吧 我们看看就是说 整理的流程啊 都是比较简单的啊 跟我们用SKLearn是差不多的 先进行一个模型的训练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模型的预测 嗯 在进行模型预测的时候啊 需要指定一个 你起始的时间和终止的时间 这两个时间的意思啊 就是说 嗯 它有一个说法 就是你的一个起始时间啊 必须它的一个key值 相当于是一个index值 必须是在你原始的一个数据当中的 比如说你的一个训练数据当中啊 必须要包含我的一个起始时间 它是就是说 你的一个预测值 必须是一个从已知的时间开始 你要传进去一个未知时间啊 它跟你报错 就是说 嗯 这个index值是没在我的区间上 所以说 嗯 你的一个起始时间啊 必须是在咱们的一个训练数据当中的 中止时间啊 是没有限制的 中止时间什么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预测了 预测完之后啊 我可以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值 有结果值呢 我可以啊 画这样一个图 就是嗯 在我图当中啊 我画了一个预测值 和一个咱们的一个真实值 来看一下差异啊 就是我画的是14年到这个17年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图上蓝色的是一个真实值 红色的是我的一个预测值 嗯 可以看出来就是真实值啊 走势是偏下的 然后我的预测值啊 走势也是偏下的 当然啊 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股票的一个预测啊 很难做到一个 嗯 比较精准的 其实上大部分都是做这样一个趋势啊 看出来这是一个下降趋势 红色呢 就是咱们实际预测出来的结果 蓝色啊 是它的一个真实值的结果 这样啊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时间序列的预测的工作 嗯 看起来整体的流程还是蛮简单的吧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预测模型啊 可以很方便的帮咱们进行一个 嗯 时间序列的一个预测 首先呢 再回归的流程吧 咱们流程当中啊 首先在我的整个数据 学习当中 选某一列吧 我们是基于某一列 做这样一个回归的任务 然后呢 做差分 做ECF PCF啊 确定好我的一个参数 确定好参数之后啊 咱们指定好这个模型 然后实际的 点fit一下 点product一下 就可以完成啊 咱们这样一个时间序列的预测的工作了 嗯 然后再说两点吧 就是这个股票数据啊 股票数据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pandas啊 有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date reader 然后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通过那个雅舞财经啊 实际的就是把这个CSV文件盖得到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一些股票的代码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指定一个股票代码 然后指定中国的一个股 然后是户市 还是什么市 把这些代码指定好之后啊 我们可以通过那雅舞财经 把实时的数据啊 都给它下载到 然后再指定一个时间间隔 但是啊就是今天啊 从从昨天到今天 我不知道以后是什么什么会什么局 那个雅舞财经 它那个接口现在是关闭了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重新开啊 因为在我昨天我在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嗯 我其实是不想拿这样一个本地数据 我想给大家演示的就是一个 从这样一个雅舞的一个 嗯 财经的那个股票接口啊 它有API 然后直接掉它的一个实时数据出来 但是昨天是关闭了一天 它那个接口然后今天不太清楚能不能去开啊 今天到现在反正都没开 所以啊 我就是下载好了一个本地的数据 那这个本地数据啊 给大家进行演示了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个东西叫做Panda State Reader 我们用这个东西啊 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出来很多的数据集啊 供大家进行一个使用和操作的